那么今天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中国新医改 这个这几年进展的一个观察 那么我们新医改的整体思路呢 基本上是这三项 第一个要走向建立一个 全民医疗保险的机制 至于怎么建 这个咱们待会再细说 第二个呢 搞了这个医疗保险 最重要的是要买单 那搞它干什么呢 这很简单 那么它是来购买医药服务的 这个购买这环节非常要紧 如果没购买好 这事情就乱成一锅粥了 先说这个搞全民医保啊 如果没有全民医保 那是完全不行的啊 不管怎么搞都不行 这咱细节不讲了 首先要把这件事搞定 先有一个全民医疗保险 或者你搞全民公费医疗 也未成不可啊 总之呢 医保要搞好 第二件事呢 是它得购买医药服务 那第三件事呢 这个医疗服务谁来做呢 其实都行 这个要走向市场竞争 那么大体是这么一个思路 那么医疗服务要走向多元化办医 那么公立医院呢 要改革 那么让竞争起来 那么这是中国新医改的一个整体思路 那么我这给大家简要的展示一下 医疗体制呢 有的人说很复杂 其实一点不复杂 就这么三件事 就三角形啊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病人 我们病人要自己掏钱 看病的时候 自己掏钱 这个体制是永远不行的 所以要搞医保 我们事先想个折 甭管什么折 把钱给一个人 这个人我们笼统的称之为叫医保机构 我们要么交保费 要么纳税啊 反正这是不同的机制 咱先不管 总之把钱先给他 回头呢 我们看病的时候 他付账 他付大头 我们看病的时候付小头了 那么这个最下面这条线是比较细的 上面那两条红线比较粗的 塌戏表明什么呢 就是钱的事 我们搞公共政策 一定要把钱搞明白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有毛病 几千年就不愿意谈钱 咱们谈意 讲公益性 不要谈利 谈钱就是三俗 但是说白了 这个事就是一俗事 我们研究公共政策 就得研究俗事 我在我们那学院就整天就这么教给学生 凡是你的政策里没说明白钱的事 动不动要求别人公益性 要让别人感动中国 这都不留 那个不叫公共政策 在我们这就没法毕业了 那么是这么个意思 这是一个题外话 总之呢 我们心意改的 我称之为咱们也赶点时髦 叫中国梦 怎么一中国梦呢 我们老百姓平时没病的时候 先参加医保 或者全民公分医疗 咱们待会再细说 总之呢 由他来买单 这就好办了 如果不这么搞 就完全不行 这细节咱们不讲吧 关键呢 是在这个整个医疗体系中 我们很乐意争论 这个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那么在刚才那三角形里边呢 它可以分两方 一方的叫医疗保障 称之为叫虚方 虚方俗话讲就买单一方 把买单的事搞定 那么另外一方 当然是共方了 它提供医疗服务 很简单 这也是国际通用的啊 就讲这个医改政策 都这么讲 虚方改革 共方改革 那虚方的医保这个体系 筹资这部分 要政府主导 甭管是纳税 还是交保费 这得政府主导 纳税当然是政府主导 你要想收别人税 那不行 那没法的 只有政府才能收税 那么交保费 这也是强制性的参加保险 哎 这也要政府主导 那么如果要是保费体制 就全民医疗保险 如果征税体制呢 当然就全民公费医疗 英文呢 叫NHS模式 英国模式 2008年 阿林匹克运动会上 不是2008年 伦敦奥运会是 要12年 12年 说错了啊 2008年 还是北京奥运会 好了 但是这区方改革 下边这件事 他把钱收走了 下边干嘛呢 他应该买单了 这件事 是要靠市场机制 这个市场机制 有点个别 这市场机制 是公立的付费者 向各类服务提供者 来买单 他付大头 哎 这个怎么弄 下边咱们再细说 哎 如果你要采取 行政化机制 咱们拨款 这个就不行了 啊 原来NHS模式 英国模式 在1980年 撒切尔夫人之前 那也是行政化的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啊 那公非医疗体系 一塌糊涂 哎 一改正经成了撒切尔夫人的竞选的 纲领的这个东西 说白了 它是个事啊 那么后来他搞了之后呢 就搞了内部市场制 通过全面免费医疗也没关系啊 把钱先交给政府 政府呢 组织一堆机构 这堆机构叫买单者 英文叫Payers 然后他们呢 像同样是政府办的公立院来买单 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改革叫内部市场化改革 我们中国凡是卫生部的人强调 我们要学这个英国模式 要政府主导如何如何 这帮人啊 他们讲英国的时候 单讲前面的啊 政府那个什么 把钱通过税收 全民公委了 他不讲后边这个了 只讲一方面 这不行啊 他们那么讲是居心叵测的 这个咱们待会再说啊 那么总之呢 你无论是搞全民医疗保险也好 全民公费医疗也好 总之他有一个买单者 全民医疗保险就是医保机构吗 啊 这个全民公费医疗 他不叫医保机构 在英国有好多名字 什么Primary Care Trust 你甭管人家叫什么 总之呢 笼统叫Payers 买单者啊 那么这个是要靠市场机制 那共方改革呢 也一样 在提供者这方面 靠市场机制 多样化办一 组织模式可以多元的 啊 多样化的 比方说有公立的医院 也可以有私立的非盈利的 私立的盈利性的 反正呢 就是大家都干活的 啊 谁干得好 从买单人那拿钱多 这要有竞争机制 那么 但这个服务市场呢 你要监管 这个得靠政府 哎 政府呢 卫生行政部门 应该成为医患之外 或者医患保之外的第三方 甚至第四方 你是裁判员 所以要是独立于人家 可是我们中国体制 我们待会儿讲 我们中国体制是 卫生行政部门 是相当一部分公立院的爸爸 叫行政上级 换句话说 那些公立院是隶属于 是人家下属 北大也一样 北大是隶属于教育部 这个体制非常糟糕的 所以我们高等教育 也要去行政化 好了 这我们待会儿再说 哎 就是这个呢 非常要紧 政府你要扮演监管者的角色 没听说你是人家上级 你还扮演裁判员 这是肯定不行的吗 对吧 好了 那么这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所以呢 你如果要主张市场机制呢 占主导 并不意味着说 啊 市场派人士认为 应该没有政府 无政府主义 哪有这样的市场派 这样市场派是好笑的 因为任何市场都得有政府 但是政府扮演什么角色 非常重要 不能隆隆地说 不要政府干预 啊 如何如何 政府干预多和少 这不是重要问题 关键是他干预的类型 和内容是什么 这是非常要紧的 就是你该管什么事 如果你不该管的事 你也管 那该管的事 没管好 这就麻烦了 咱们中国经常发生的 就我刚才说的这件事 好了 那么我们刚才改革呢 这么讲 那么让市场机制呢 起决定性作用 在医疗领域中 也同样适用 它也有非常大的作用 甚至是决定性作用 啊 那么我们详细地讲一讲 那么这个呢 我们讲到了这个市场派呢 在医疗服务中 它的市场机制是一个 每一个领域中的市场机制 都各有不同 各有特征 市场机制不是我们简单地想的 啊 一帮买者 一帮卖者 他俩一碰面 就事就干了成了 啊 这个叫市场机制 这个呢 咱们要买什么大白菜了 什么什么葱油饼 这还差不多 但是医疗服务呢 它不是这么买卖的 得有刚才我说的 那个第三方 甚至第四方的购买者 那个机制 就全民医保机制 所以首先我们讲讲 巩固和完善全民医保 那么刚才讲的 那个中国的中国梦啊 中国那个新一改的三大那个东西 那个不是我顾心的见解 那所有的那三条 在咱们国家一改方案中 全部都有啊 全部都有 当然呢 我不赞成的行政化的那套 也全部都有 这个回头咱们再细说啊 那么先说这个 我赞成的 走向全民医疗保险 那个咱们一改方案中有啊 这红色的都是咱们一改方案中有的啊 我们要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就三加一模式 职工医保 居民医保 新农河 这咱们不细讲了 然后如果穷人 低收入者 你没钱参保怎么办呢 没关系有医疗救助制度 成乡 财政套件让他参加这医保 那么你搞了医保 你医保买完单之后 那个剩下的钱你还付不起 那个医疗救助呢 再给他进行补助 那叫二次救助 这咱们不细讲 那么如果这是基本的医疗保障 就基本医疗服务 他负责买单 那不基本的怎么办呢 商业医疗保险 很简单 这逻辑就怎么样 非常清楚 咱们国家呢 也有公费医疗体系 它比较残存的啊 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 我们国家公费医疗体系 只覆盖了少数人 这些少数人呢 其实说白了是 反正比较特权的人 是吧 特权是谁都知道 公务员以及更牛的人 当然北京大学教授 也享受这个 也不怎么样啊 其实这应该改 至于说我们北大别的教授 同意不同意 这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赞成改的 好了 这个是社会不公平的一种 制度体现 咱们顺便说一下 美国那种资本主义的 被我们很多人认为 极不公平的 那个国家 他们也有公费医疗体系 不知道 大家知道 不知道 美国的公费医疗给谁呢 有这么几拨人 老兵 现役军人 及其家属 人家为国奋战了 家属你也得管着呀 然后老兵退休的 甭管哪个胆子 都得免费一流 咱们国家行吗 抗战老兵还不免费呢 你有什么资格跟日本叫本呢 就这么一道理吗 很简单吧 然后美国第三个 给这个免费的什么 印第安人 因为美国人觉得 他历史上做的不对 亏欠了人家 你看人家给第四个免费的在美国 穷人 美国的低保人士 他是免费的 叫Medicaid 你看人家 可恶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公正 对不对 我们这有左派人士 大家天天骂资本主义 如果不公正 可是人家不公正 你看人家建的免费医疗 公费医疗给的是谁 可是咱们中国给的是谁 到底谁不公正呢 那么有这 这咱不细说了 今天主要不谈公费医疗 公费医疗说到此为止了 这个 但是呢 我们现在公费医疗体系呢 正在病入城镇职工医保 但阻力很大 你比方说复旦大学就病了 北京大学就没病 北京的都没病 这个院属的 你不知道北京的这些人 为什么那么牛 阻力大得一塌糊涂 好了 这咱不细说了 总之走向全民医疗保险 主要说的是前面三个 那么全民医保 我们中国实现了没有呢 考察全民医保实现没有呢 有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人口覆盖率 全民嘛 大体要覆盖全民 第二个呢 是服务覆盖面 什么样的医疗服务归你管 对吧 第三个是 你管多少钱 就第三件事吧 那么世卫组织呢 你看他那图 画得很漂亮 中间蓝色的是指的医保基金 你看他管的事 是不是覆盖全民 这横轴 那是那种的那个 那个笨里边 那个那是服务到底覆盖了啥 就种的那个轴 树的那轴 是有多少比重 老百姓 你参保了 也好 全民公费了 也好 公费了也好 你到底自付多少 三个维度 那这三个维度 中国咱们一条一条说 第一个 中国这个全民医保 第一位是人口覆盖率 我们中 现在有一说法 我们已经实现全民医保了 陈竹2012年 那说了 看到没有 这都有 新闻你们自己查 一查就能查到 我们三个保 人口覆盖率96%了 他说的是12年 说的是一年的事 96当然就是全民医保了 还有34% 没关系 公费医疗 大概就34%了 所以全民医保了 那么我们很多专家学者 也有我们北大的 满世界到外国去说 拿英文说 我们中国现在可好了 你看在这么短暂的几年 就实现全民医保 你看你们美国 折腾这么多年 奥巴马废了牛筋了 也没搞成 社会主义好 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救美国的医疗 这可能北大教授说的 至于说哪个教授说的 咱不点名 今天只说事 不点人 那么他的观点 你们赞成不赞成 回头再说 那么呢 但是呢 陈竹说的对不对 刚才那位教授说的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实现了覆盖了全民 说对 数据中 看见没有 把那三个医保的人数 加起来再除以中国的总人口 您看见没有 一年是96%点多 一二年就99了 当然是全民医保了 可是您再拆开来 细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中国的事就怕平均 我们啥事都倍平均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城里边的人 城里只有75% 还有25%的人 没有了 但是25%的人 其中大概有5%的人 他有公费医疗 那不算 但还有20%的人呢 没有医保 那为什么99%的中国人 有医保刚才呢 主要农村 这农村请大家看一下 这是卫生部的公开的数据 官方数据 这数据显示呢 农村呢 120%的人有医保了 这怎么回事 其实很简单 就是多出来 那两亿 就是流动人 他们是农业户口 跑到城里来了 但是呢 被医保了 在农村说他要医保 可是这批人呢 他生了病 其实呢 是没医保 在城里看病 回头你得掏全款 回头拿着账单 到您那参保 那个户籍所在地去报销 那不累一糊涂吗 不可能 去年我们有个什么 最美丈夫 他的老婆就是河北的 因为没有这个 他没法去 最后他那小的撩的 骗了一下那个什么 那叫什么 那个积水贪院 那后来 这故事你们可能还记忆犹新 那不过 这就说明啊 他其实他有医保 他是新东哥参保者 但等于没有医保 那么城里的呢 其实有很多人没有医保 刚才讲了 我这举个例子 最美女教师 这是一年 一二年的事 这个叫张丽丽 黑龙江家务师 似的 这个他后来 最美的女教师 什么又老 五一劳动奖 三八红七手 这个那个 英雄啊 当然他是女的 那个不是熊的 那么呢 但是中国有一特色 这英雄啊 十有八九挺倒霉的 在这一个倒霉的事呢 就是他没医保 就是刚才举的一个 刚才统计数字 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没医保 咱这也有个例 这个呢 如果你们在座 有很多法学院的 其实我们现在的 这个法律 你是加勒斯市中学啊 那个中学 可是公立的 第十九中学 显然是公立中学 公立的人 他竟然没有医保 有人说他是临时工 但是我们临时工 该不该加入医保呢 那法律 明明白白写着 甭管是临时工 还怎么着 都应该强制性的 参保 但是呢 没保 说明我们国家 很多法律 根本就是一纸空文 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 大家都要一起研究 尤其咱们法学院 好了 总之呢 人口全覆盖 还任重道远呢 咱们下边说第二个 服务的覆盖面 是什么情形呢 第一个大问题是 他管什么 我们现在管的 主要的是住院 门诊不管 门诊统筹问题是个事 当然最近提出要管 我们新一改方案 2009年的这个 这个国家的 党和国家的文件中 也明确说 要推进门诊统筹 但废了牛进了 到现在还推进 反正不太好 怎么细节 咱们没工夫讲 总之呢 如果你门诊不管 会有很多很多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 是我们的守门人制度 不能建立起来 简单的说 基层的那个 永远发展不起来 好了 那个这个细节 咱不能细讲了 第二个的是 即便说住院 那这住院呢 它是只有 目录里边的 那个费用才管 这个呢 在全世界叫 正面列表制度 这个制度 倒并不是一个 坏的制度 很多国家都在用这个 发达国家用的 叫负面列表制度 它列出一堆 我不管的 剩下的 只要能上市 它都管 这叫负面列表 这是保障水平较高的体现 正面列表制度 保障水平差一点 说白了是 但是呢 有些发达国家 现在也开始这么做了 比方说 澳大利亚 因为这医药费用上涨太快 这个谁都吃不消 总之有三个目录 我这写了一个 基本药物目录 打一问号 为什么打问号 你那医保目录里边 明明有药品目录 新冻荷目录 为什么还要搞个 基本药物目录呢 非常之奇怪 有着蝶床架物之嫌 也不是之嫌 就是蝶床架物 其实呢 基本药物保险和新冻荷那里边的药 其实就蛮基本的 这咱不细说了 为什么会出现蝶床架物的事 这里边有很多幺蛾子 这个没法细讲 那么呢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如果有时间 咱可以细讲 这些事呢 倒不是说我忌讳什么 没有任何事可忌讳的 第三个 全民医保的第三个维度 是费用覆盖率 就目录里边的 到底你报多少呢 我们现在一年的审计报告是 给大家列一下 城镇职工较多 77% 居民就差了 62% 新冻荷70% 那么但是呢 实际费用 我们很多自费的 有些目录外的 这些呢 就差的很多了 你看城镇职工才60多 居民呢 就50多了 新冻荷还不到50% 那么最近一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但是呢 也未见有多大改善 那所以最重要问题就是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刚才说的 怎样能保住基本 这很重要的话题吧 保住基本呢 下边这四件事非常重要 第一件事 筹资水平要提高 你得有钱的 你没钱 你什么话都没得说 筹资水平要提高 假定你还按照保险制来弄 那无非要政府多补贴一些 参保者多缴费一些 没有别的招 对吧 但是如果政府补贴不断的多 然后缴费水平呢 没见涨 那最后其实就变成了全民公费一辆 财政出资 这两个体制哪个更好 这咱不细讲 其实呢大同小异啊 那么下边呢 他支付水平得提高 你把钱弄上去了 你得花出来啊 你搞那么多结余 留着赶名花 这就没有效率 也谈不上公平 对吧 因为医药费用在上涨 你赶名那个上涨的幅度 比CPI可厉害多了 你那钱攒着说 咱们过两年花 你这不是脑残吗 说实在的 可是我们国家医保基金 结余就非常之多 非常要命的 好不容易筹了钱 他不花你 我这事闹了 最好呢 是医保基金付大头 可能在座的要问了 什么叫大头呢 多大头才合适呢 这个也有专门的研究 猴尔年马云 大概1982年 我忘记什么时候了 美国那个兰德公司 专门做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实验 从七十年代做起 他们最后证明啊 25%比较合适 你看兰德公司还研究这事呢 不是专门研究 怎么对付中国海军 这是我们中国人概念 他那智库 啥事都研究 那么医保覆盖范围呢 刚才说了 positive list 正面列表 这恐怕还得实行 咱们中国啊 且到不了 弄负面列表制度呢 所以呢 高价药品 高质耗材 高端服务 能不能纳入医保目录呢 这个呢 反正总有一些 纳不了 但是这件事呢 要制度化 我们现在不太制度化 到底能不能 拿入天晓得真是 然后他那个周期 也不一定 就是啥时候开会讨论 这不知道啊 那么这个也不行 那么呢 最后一条非常重要 您有了钱了 支付水平也提高了 这个你不管怎么弄 但是医疗机构的行为 你得控制住啊 如果他忽悠你 他过度医疗 把钱都浪费了 那不就糟了吗 那就基本就保不住了 所以下边这件事 非常要紧 我们要推进医保付费改革 来管最后这件事 最后这件事 起因在哪呢 控制医药费用增长的重点 当然在于过度医疗 因为医药费用 有合理的增长 这也没脾气 那么合理 咱们不许说 那不合理的是过度医疗 在咱们中国 叫多开药 开贵药 多检查 这谁都知道 但是讨厌的是 过度医疗号 你要从微观和技术层面上找 说OK 某个医生你过度了 某个医院你过度了 这很难 除非他特离谱 那个走廊医生 绵羊的那种 他说整个 他那医院都过度 那帮人愣不承认 当地卫计委 也说没过度 到底是怎么着 这玩意说不清楚 我跟你说 说不清楚 那么既然说不清楚 顾欣凭什么说 中国过度医疗 这是个事儿啊 宏观一统计 就清楚 很多专业报告 说啊 中国的药物使用量 金额 世界第一 我们因为药物使用 占卫生总费用比重 中国百分之四十多 世界平均才二十多 我们中国的抛富产率 世界卫生组织 专门发文批判中国 说你们中国抛富产率 太离谱了 你们四十七 全球平均也就十七 咱们中国生孩子 就把肚子拉开了 主要是那玩意贵 能多挣点钱 是这么个意思 中国支架使用率偏高 得了心脏病了 能装一个 他给你装撒 反正你也不知道 那么就这意思 这些都有宏观统计 跟人家世界平均水平一比 高的离谱 那当然就是过度医疗了 好了 过度医疗怎么来遏止呢 其实呢我们有很多人 他不靠谱 你记者拿着茶水就这样啊 跑到医院去 让他化验 看有没有是不是那个肾感染了 一查肾真的感染了 因为这里边可能有蛋白质 怎么怎么样 这个是不靠谱的 有的人指望这事来卫生部 除了过度医疗就骂卫生部 对不对 说卫生部没有派人检查 这种思维呢 就把我们政府想象成什么呢 想象成关世音 他还有医学的博士学位 是吧 他这满实力去查 关世音嘛 他比孙悟空那个法力还高 那火眼睛睛 对不对 而且那关世音啊 他还没有动力问题 也没有成本问题 但是我们现实中不是这样 刚才说了 你查具体的人查不出来 医疗服务不是标准化的 您这位专家去了 那位是不服啊 你凭什么说我过度了 第二成本很高啊 你要派一堆专家去查 哎呀 那有医学博士的关世音 你得花多少钱呢 对不对 我这来次讲点课 做演讲 还有点讲课费呢 您想想 那帮人去查这玩意 那得给多少钱 这最后一条更重要 他不见得有动力 您看关世音 他能有动力 盯着他手下那几位吗 那几位经常跑出来当妖精吗 对不对 我们的医生们 专家们查同行 您这过度了 查的都给你递了出来 那反过头来 他在查我 我撑到了 这就是机制问题 动力问题 所以行政化的检查 是积极不告普的 我们老百姓骂卫生部 也是不靠谱的 那么怎么才告普 市场化的购买机制 要玩团购才行 团购呢 刚才说 你得那把钱 存在一块 医保机构呢 进行团购 他怎么团购呢 你得打包付费 你要一项一项的买 这叫按项目付费 那我当然把项目弄多点 挑点贵的项目 对不对 但是我玩团购 我给你来个一口价 多了你自己去找 但是省了 归你 这就好办了 他就不会 诚心的给你过度医疗了 要做到这一条呢 必须有刚才说的全民医保 所以说呢 没有那个哈 你怎么都玩不转 那么这么一搞 就叫公共契约模式 全世界都这么搞 搞全民医保 医药费用分散了 风险分散了 缓解看病贵 然后呢 他和医疗机构之间 建立一个全新的市场机制 这个市场机制 俗称就叫团购 你如果团购玩的好了 这医疗机构怎么样呢 他挑的性价比越多 他赚钱越多 所以他越乐意掏性价比 您不能说弄一个法律 弄一个机制 最后人家挑性价比高的 最后他倒了血霉了 所以我说咱们中国的那个好人 感动中国的主 你一看都是挺倒霉的主 其中有感动中国的那个医生 也是这样 他给我们挑那便宜的 最后他顶倒霉了 他穷的叮当响 这样的机制好吗 我们中央电视台 整天宣传这样的机制 对不对 你越宣传这样的机制 事情搞得越糟 那么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市场机制 让大家好 你做的越好 你赚钱越多 这个才行 所以Google的名言就是 我们做好事挣大钱 这个才是非常好的机制 我们中国 那个天使就得穷得叮当响 白衣天使 天使还不能住别墅 住别墅的都是那个房地产开发商 哎呀 我们年轻的这些人 好不容易当着状元 没事去学 都乐意跑哪学呢 光发光的学 当然赐知识 我也不知道赐还不赐 或许不赐啊 法学 对不对 这玩意赚钱多 谁没事到咱们医学院去学啊 我们现在的医学院招生 非常困难 好了 这咱不许说状元们不去啊 那么就是我们中国凡事 他不把钱搞明白 哎 这就不行啊 你让医生 没事老奉献 请问您是看病的主 你看病的时候 你偏要找那穷得叮当响的人 给你看病 你心里踏实吗 这不明白的事吗 我们现在打官司 也要找那个律师 律师得挣钱多呀 律师挣得穷得叮当响 我没事找他打官司 难道这样的机制吗 对不对啊 那么医疗服务就这样 刚才说的 医保付费改革 全球大趋势 都得这么改 玩团购 哎 这个怎么说 这咱不细讲了 那么医保费团购呢 有哪几种团购方式呢 这个比较专业 医疗服务比较麻烦 他和比方说买葱油饼 这稍微不太一样 啊 葱油饼我们谁都知道 葱油饼大概其实什么味儿 啊 或者是武大郎卖的炊饼 那北方人叫馒头啊 大概就那味儿啊 对不对 他医疗服不一样 他花样比较多 啊 种类也比较多 那么呢团购的机制呢 那不一样 有的是按人头付费 有的总额预算制 或者总额预付费 有的按病例付费 有的按病种付费 甭管怎么付 都是按照一个标准 来打包付费 打包付费一搞呢 我刚才说这么热闹 咱们怎么改 是我顾心见解吗 当然是 我们当初 所谓北市大方案 又被称之为市长拜方案 这是我们的核心 就得这么搞 当然很多人爸们说市长话不好 市长话肯定坑了穷人 谁说要坑穷人 刚才那个什么医疗救助制度 也是我们当初竭力建议的 我们当初推荐要搞全民医保制度 我顾心那个推 讲中国应该走向全民医保 2005年讲 当初刚海归回国不久 04年回的国 遭到多少人骂呀 说这小子 海归不接地气 中国这么经济发展人民 搞全民医保 这不是笑话吗 咱们是笑话 当然可以搞 那么是这么一情况 那么那全民医保 要搞 那么全民医保 付费改革要搞 这都是我们政府的政策 看见没有 2001年 两个部委发了好多文 后来国务院又发文了 国务院发完文了 然后这部委又发文了 发这些文的意思就是说 赶快搞 这细节咱也不讲了 卫生部原来不太喜欢这个 卫生部原来喜欢的是行政化的 最好是把钱给他 然后呢 他来平老摸 选先进 发奖金 就是要搞这个 他叫绩效评估 收支两条线 医疗机构还能收费 收来费把钱先给他 然后他来支出 支出归他 都是归他管 您想想 他要这么搞 然后鼓吹要学英国模式 他的英国模式 其实呢 小九九多的一大糊涂 就这意思 但是呢 最近两三年 他也不得不说 要改革支付制度 哎 您要由您上下来 补款 您又是人家的爸爸 这是不行的 让第三方进行支付 关键是这个 所以呢 马小伟啊 去年两会 也说了不少 这个东西 哎 稍微的改了改啊 这个我们说实在的 过去若干年 跟卫生部 就这行政化 市长化 较尽了不知道多少年 他现在还在折腾的啊 好了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刚才我 我顾心说这么半天 然后咱们政府呢 也发了好多文 那到底改没改呢 真的改了 既然政府说 你们下边地方政府 赶快改 这这下边也不敢怠慢呢 说实在的都改了 但是呢 说实在的 这改的不行 喊费劲 有的人说了 有的喜欢行政化的人说 中国这个政府 顶层设计 一刀切了完了 这事还没法顶层设计 因为要打包付费一口价 那一口价啊 北京的一口价 和贵阳的明显不一样 哎 所以呢 还得地方政府来 但是地方一来呢 他那事多 哎 他的改革呢 效果不明显 医疗机构行为 也没有改变 如果按项目付费 医疗机构行为 是过度医疗 对不对 然后打包费 他就不过度了 但是呢 现在没改 没改 为什么没改 原因很多 咱不细讲了 有体质因素 体质因素 我这列举了四个 一个是医保碎片化 我们医保呢 是区县级统筹 少数地区 地区统筹 只有宁夏 一个地儿 是自治区统筹 这个不行 这说白了 就买单者太小了 然后医疗机构呢 你碰的买单者 也特别多 一家省的医院 您恨不难 二三十个买单者 跟你起哄 那就没法弄 那个没法打包付费 第二呢 是政府行政定价 这个咱们待会儿再说 政府定了价了 那买单者 医保机构 还怎么跟人谈一口价呢 谈不出个所以然了 然后呢 政府呢 药品呢 还管集中招标 中标价他定的 那他怎么跟人扯呢 没法弄了 政府竟然还管着 医疗机构的人事工资制度 要求人家那个 好不容易 我刚才说 打包费 省的钱 发点奖金 不点 管着你 不让人发 这不灵啊 这就是体制 俗话讲 政策不配套 当然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 是我们医保机构啊 他不会玩 他把那个打包负费 搞插胡了 哎 怎么搞插胡 今天不能细讲啊 这以后有机会 大家想知道 咱们再细讲 这个呢 比较专业 就是买单 如何玩好 咱们中国 为什么没玩好 这个呢 是非常之 具有专业 顺便说一下啊 这个医保买单 现在咱们中国哈 没有走向专业化 没有成为一个 专门的职业 我们北大经济学 也没人专门教这个 不光北大没有啊 北大没有 别的学校就可想而知啊 清华也没有 哪都没人教 你想怎么可能专业呢 啊 叫什么事都不专业 这咱不细讲了 总之呢 医保改革 任中道远 还且着呢 下边咱们说 共方改革 共方改革的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党和政府的文件 是这么说的 四个分开 第一条 第二条说 正式分开 管办分开 下边有一条非常重要 要落实公立院 独立法人地位 今天在座的 可是法学院都多啊 我们现在公立院 他不是独立法人 尽管有法人代表 那法人代表 是起哄的 假的 怎么是假的 咱不细说了啊 就好多事不归他管 他不可能为他的决 他也做不了什么决策 说白了 更不可能为他的决策 独立的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哎 他怎么是法人呢 那么呢 你要落实独立法人地位 当然是走向法人化了 那么具体的措施要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 这是我们一改方案中说的 公立院要这么改 那么呢 同时呢 要多元化 要让民营的资本也进入医疗服务领域 新一改文件中啊 说了一大堆 这咱不念了 反正呢 方方面面都说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 竟然有这句话 要推动公立事业单位 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具行政化 中国的这十八届三中全会 他注定将成为中国改革思想史上的里程碑 我这话说的有点像中宣部的人说的啊 但是我下面这话可不是中宣部的人说的 但是他能不能成为中国改革历史上的里程碑 这还有待观察 这个思想是贼好的啊 我这红色的都给突出出来 要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也包括咱们北京大学啊 咱们现在行政化了 卫生部直属了 那卫生部还是我们的裁判员监管 我们这儿的教授们腐败了 他管吗 不管呢 你想想你爸爸能没事老查儿子腐败吗 这不明白的道理吗 所以行政化体制根本是好笑的 但是呢 我们教育去行政化也好 公立院去行政化也好 现在被别人误解为什么 那取消行政级别 我们的校长们还特别不喜欢这个 去行政化 那么管办分开就等于去行政化 管办分开就把裁判员和这个医疗机构 他的主办者分开 你得分开啊 没听说你爸爸又是管裁判的 咱们医患关系能不紧张吗 因为我们本管出了什么事 现在这烂七八糟鉴定 都是跟卫生部有关的 对吧 你鉴定来鉴定去 然后卫生部说我鉴定的非常公正 其实我顾欣也相信它是公正 但是当事人不信呢 对不对啊 关于这件事 卫生部的上下一个官员 每次都跟我叫板 他说难道你顾欣认为 我们管办分开了 我们这个公立院跟这卫生部脱了钩了 我们的监管就能公正了吗 我说当然不这么认为了 我说咱们司法机构 您这个法官要跟这个原告被告 要利益回避 利益回避了 我们司法就贼公正了吗 当然不是这样 我们司法贼公正 要贺卫方干嘛 非常简单嘛 就是这么一件事 但是那条游戏规则必须有 对不对 那条没有 那就更加不公正 很简单就这么一道理 我们一概也一样 管办分开这件事 能不能解决很多问题 很多人问我这问题 我说当然不能解决 我反问他 你凭什么让我顾欣 找出一改革方案 能解决一切问题 哪有这个 没有这个 管办分开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它 是万万不能的 简单的说就这么一个意思 好了 那么这是管办分开 区域行政化 当然就是法人化了 那个公理院呢 他跟那个卫生行政部门 脱离上下级关系 我们现在律师事务所 是在2000年 跟司法部脱离上下级关系 2000年之前 我们也有司法部下属的 什么省属的 市属的 乱七八糟 乌烟瘴气的一塌糊涂 道理一样 司法体系 我们能管办分开 律师服务能走向法人化 凭什么医疗服务就不能这么改呢 很简单一道理嘛 那么至于怎么改 法人治理结构怎么玩 这些呢 我们法学的教授们 咱们学生 咱一块研究 把这事研究好 是怎么个意思 好了 那么区域行政化呢 除了这问题以外呢 还有别的问题 法人治理结构 还有财务问题 财务问题 这咱们不细讲了 人事制度 我刚才讲了 什么都政府管着 政府人事编制 工资也政府管 弄那窄条 其实你挣的钱都多于那窄条了 他那都没用 但他偏要管着你 然后呢 那个医院管理层干部话 这个东西 还有一条是价格管制 政府管的价格 政府管什么价格呢 管的很多 我们待会再说 所以呢 公立院改革呢 有两个道路 一个道路呢 是这个走市场化之路 转变政府职能 所谓公立院改革 主要是改政府 至于说医院 医院他永远得改 改善了服务管理 那是另外一件事 关键是改政府 改政府和公立院的关系 那么要让公立院 走向法人化 落实自主权 这是我们称之为 叫市场化道路 那么还有一种道路 哎 这可是卫生部门所乐意呢 叫行政化改革 他把一改变成要改了 我们刚才说的那叫一改 他改要改 我们管这公立院 怎么弄那要 折腾半天啊 待会讲怎么折腾 哎呀 搞成一锅粥 说白了 那么刚才说了 共方改革号 国家一改方案 写的清清楚楚 我们那样折腾了好多年 主张他搞这 去行政化和反人化 十八年三中全委 竟然写进去了 但是请注意啊 刚才有一位 我们还交流呢 他正经研究了一下 自去年以来 我们这个卫生行政部门 所有的人讲的一改号 没有一个人提去行政化四个字 只是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 那四个字出现了 啊 是这么样的情况 所以呢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全部 找好多人去宣传精神 哎 我就纳闷的精神 好多人 哎 根本不采 那么我们工房改革的现状是什么呢 很简单 行政化根深蒂固 积极难改 首先呢 多元化没戏的 哎 公立院现在占主导位置 民意院压根没戏啊 那么公立院占主导也行啊 你就占主导 但是呢 他处于什么状态呢 我称之为叫行政型的市场化 他表面上是市场化的 但是啥事都是行政干预的 那么呢 医疗机构呢 处于行政体系 等级体系之中 公立院法人化 简单的一塌糊涂 民意院发展的也没戏啊 先说公立院 他怎么占主导 这都有数据的 公立院机构数是不是多数啊 不是 只有40%多 换句话说 有好多民意院 可惜呢 您看床 床外呢 公立院占了百分的窃窃了 民意院的规模小啊 都没床啊 光那个服务人员 那个护士啊 非常美貌 也很亲切 那要什么用啊 没床啊 更重要的是 卫生技术人员少 看见没有 79% 04年到2012年 没啥变化的 不去哪 谁没事去 民意院啊 我们还在公立院 这有编制 事业单位 以后养老金 多的一塌糊涂 对不对 我们在座的 有很多人要考这个 那工考 试考啊 都企图进入 事业单位 对吧 就这么一道理 医疗界也一样 既然 你到民意院 他没有人呢 那管什么用 医院呢 得有医护人员 结果呢 医护人员 公立员占多数 那他诊疗人员 住院人员 自然占多数 那最后他收来的钱 叫统计上 叫业务收入 他占了89% 看见没有 原来86% 现在多了 89% 大头在公立院 我们老百姓 跑民营那 看小头 这些年龄 也没什么变化 政府发了 无穷多的文件 希望吸引社会资本 来办医院 怎么信 那么公立院呢 他怎么弄呢 他收费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他收费 收费呢 谁来付呢 当然是医保支付 一部分是患者付一部分 刚才讲了 这两个基本一半都一半 那么当然不同医院 有不同的情形 那么以后我们医保 那个筹资水平提高了 希望呢 医保支付的大一点 不管怎么说 医院是收费的 但是他除了这件事以外 其他任何一件事 都是政府管制的 那么所以医院 到底是过度市场化 还是委市场化 其实是委市场化 这是我们这个周琴教授的意见 北大另外一教授 好了 那么行政化占主导 那行政机制主导了啥事呢 几乎什么事都是他主导 这几件事呢 特别重要 第一个组织上 是下属 这刚才讲了 财务上 资本投入是三个部门来审批 那么在人事上呢 你录用个人员 你要卫生部门 人事部门和编办 三个来审批 管理层任命 除了这个 还得相关系统内的 党的组织部门来审核 这大家都知道 公立院要雇个人 费老劲了 那雇的人还得参加考试 事业单位考试 当地组织那考试 那考试题号 辅导资料你们可以在当当网上购买 那考试题中经常有这样的题 为什么南极没有北极熊 你还得考这个 那你想那医生他有的 稀里糊涂他没考过 没考过没泄了 顾不成了 只能临时雇佣 变成临时工了 就这样 那么呢 这有很多幺蛾子 这咱不细讲了 那物流上人财物嘛 就这么几件事 物上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由政府进行集中招标采购 下边我要说价格 上万种医疗服务项目 上万种品贵的药品 和上千种耗材 这价格由谁来定呢 发改委物价部门 有省级定价 市级的只能调整5% 结果这个 咱们只讲最后一个 因为前面没法细讲了 行政定价体制 先讲特征 它特征有两个特征 定价永远定不转 定准了才怪了呢 要定准了计划体制就行了 干嘛要搞市场经济 如果他能定准 邓小平就是傻瓜 说白了就这意思 他永远定不准 体现在哪呢 日常的大宗的医疗服务 给你定低价 多信心那玩意 日常大宗的 那当头的知道呀 温家宝啦 朱镕基啦 李克强啦 什么李鹏都知道 您要想涨价对不起 人家该瞪眼睛啊 说白了就这意思 不能涨价 为老百姓好 要定低价 但是呢 新东西他不知道啊 于是就涨价 其实呢 这玩意都不对头 第二个呢 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您政府定价啊 他反应慢 猴尔年满月定的价 现在还在用呢 他的后果是什么 很简单 毁人不倦 把大家都给毁了 毁谁呢 先毁医院 毁医生 毁护士 我们医院啊 医疗服务入不付出 护士更惨 护士特别少 为什么 护士定价特别低 低的离谱 现在的定价是一天 12块钱 北京市一天啊 您去洗个脚 捏个脚 你们在座的 虽然学生不少 大概你们也捏过 啊 大概是多少钱 一小时给你们捏完 你们付多少钱 你们都明白 人家干一天 才收费12块钱 这不开玩笑吗 那剩业钱 他那工资发的 显然比较多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嘛 一药养一嘛 你没有别的招嘛 对吧 一药养一 然后政府呢 又搞定价 定价搞的一锅粥 最后呢 商业贿赂横行 好了 我刚才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请大家看啊 我都有证据 刚才说的每句话都有证据 有的是数据 有的是这种东西啊 请看这个啊 你们眼神好 能看明白 这是北京市的这个 这个物价政策 这是我哪年搞的呢 我是这个13年 我到同仁医院去 我去调研 我直奔上面呢 每个医院上面都有一个物价办公室 在一嘎栏里 没人去那调研 就我去 他也不知道我干嘛的 我说我来调研 那什么 我说你们看看那个什么 我一看给我拿出这么一个来 这仔细一看 您看见没有 1999年订的价 现在还在用呢 请问我们现在什么价格 99年的价格啊 你现在吃的煎饼 这个一张 今年的价格 跟99年怎么比啊 去年 三块多钱 今年就四块多了 这不就这么一档子事吗 所以呢 政府定价的结果很简单 医疗服务看 入不敷出 红色的赤字的 那他呢 总得想别的招数 把钱找不回来吧 要不然没法给大家发工资啊 很简单啊 很简单 卖药呗 药品收支结余啊 那个药价还虚高 政府定的价表面上是低的 但是呢 最后啊 其实很多是高的 然后呢 政府搞集中招标采购 有低价中标的 也有高价中标的 那医院怎么办呢 他用高价中标的 很简单 所以集中招标每年都说 我们降价了52% 让利老百姓多少多少亿 每个省都这么说 他怎么说是好笑的吗 你们如果想一想 假定这样的话 我们A股上市的那一要板块 哗就要崩溃了 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 事实上是这样 集中招标每年都降价50%多 但是有的降了2% 有的降了100%多 对不对 最后医院呢 就挑那降了2%的 就这么个意思 有的还暗中换一名 换一马甲 看那赵本山呢 换一马甲 然后就涨价了 或者换一地方涨价了 还有这样的情形 所以呢 大家都用这个 这就是我们那个 政府每年都折腾 但是呢 我们公立医院的药费 每年其实还是在上涨 最后总的结果是 我们中国的药费是占 卫生总费用的比重 是全世界第一 我们很多进口药的进货价 高于市场批发价 发改委的官员说了 我们现在 我们的药 贵于韩国 香港和台湾 这不很离谱吗 有的人说药价虚高是个例 怎么是个例呢 不是个例 因为吃回扣特多 什么叫回扣 价格虚高了 下面有空间 跟市场批发价有空间 吃这块 这个呢 我们没事了 要严厉打击 你如果不普遍 你没事严厉打击干嘛 这不很简单一道理吗 吃回扣是笨的行为 政府要打击的 但是呢 您要去吃 您太笨了 说实在的 等着被人抓呢 但是很多医疗机构啊 他们有合法化的 我不吃回扣 我让医药公司给我做慈善 这你管不着吧 我开会您掏钱 我去上 反正上五星级 带着家属 开完研讨 就请我讲啊 讲完了 他们就上山下海 捏脚洗澡泡 我顾心就坐飞机回来了 就这样 那么呢 医疗机构第二个办法 是他们自己开个医药公司 到市场上把便宜弄了 回头卖给自己老板 中间差价吃了 然后呢 这个院长兼任这个公司的 那董事长兼经理 他如果比较公正 他如果是水谷传学的好 讲义气 他比较公正的给这些医生发钱 如果不公正 暗中毛利就多了 啊 多了一塌糊涂 第三个招数是 合法外招数是什么呢 干脆政府说 你公立院把这药房外包出去 外包给这医药公司 但是呢 我不掏钱哈 医药公司还得把钱找不回来 找不回来多少钱呢 是医药这个销售总额的 30%左右上下 是这么一个 这是中国特色的外包 没听说我让人干活 让别人掏钱的 这件事咱们光华国内学院的人永远讲不清楚 跟老外讲就崩溃了 中国特色 因为中国啥事都要特色 好了 那么既然有这空间 那么要弄好了 有人就行贿了 行贿的人多了 对不对 人家抓起来 葛兰苏史客 要判了 最近要判了 这个新闻非常好笑 他行贿的被抓起来 判了 但是从来没告诉过我们 受贿的那方是谁 你们法学院的 能给我讲明白吗 行贿总有受贿的 反正乱成一锅粥了 而且你看他说 打点神仙要摆三成 刚才还记得我说的吗 外包那费也得三成 我要是不玩得行贿 咱们玩外包 反正就这点钱 就这意思 那么我们改革怎么弄呢 就折腾 一改变要改了 要改这么折腾来折腾去 其实呢 这些事都没有解决 不可能解决 因为刚才说的 政府定价 政府管着加价率 这类事 如果你不改这个 这些事将层出不穷 这个细节不讲了 那么刚才说 公立愿要改革 走向法人化 这个呢 要去行的话 这可正经十三届 三中成为精神 落实难得一塌糊涂 总体改革是迟缓 价格体制改革 尚未起步 人事制度改革 尚未纳入一时日常 一时日常都没拿入 更不要说起步了 刚才说的 医保支付改革 步履蹒跚 那么多东西卡在你呢 那么公立愿去行政化 阻力重重 很多地方也试着搞了一搞 因为中央说了 要管办分开 那玩意儿是涛哥 实际大报告说的 指导思想啊 对吧 你得搞啊 但是呢 管办分开不分家 弄了一些公立 医院管理局 管的公立院 但是还属于卫生局 好 原来呢 卫生局是公立院的爸爸 现在卫生局 那个医管局 是公立院的叔叔 不是 卫生局是他的叔叔 新的爸爸叫医管局 就这意思啊 这有什么 有什么差别呢 啊 那个试点城市都在去行政化和在行政化之间摇摆来摇摆去 哎 总之搞不出过名堂了 这个咱们细节就不能讲了 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把这个中国改革的这个 我们指导思想和一些改革的方针 以及在实践中的这个落实情况 简要的跟大家汇报了一些 好 谢谢大家